郭文貴議員 好 謝謝 謝謝我們今天主席議長還有我們的市長 我們副市長各位局所長 還有我們關心高雄市長各位鄉親 還有我們的議員同仁還有我們的媒體先生小姐 大家早 我想首先我先要問一下我們的議事主任 主任我想要了解一下 請你說明一下我們高雄市議會的議事程序 在我們質詢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一個程序 你說明一下 向大會報告 議員在議事廳質詢市政相關問題 並且要求相關人員答覆的時候 相關官員必須經主席指定回答後 才起立回覆 那待問題答覆完後再行就座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也就是說我們議員要質詢的時候 一定要經由我們的主席 主席來邀請我們的局所長來回答之後 他才能回答對不對 如果今天主席要我們議員要求市長回答 如果主席才是副市長回答的話 就是副市長來回答嘛 那我們的位置是不是就在我們的位置上坐 而不需要帶來我們的這個備詢台上面對不對 來請說明 一般議場的作業方式是要設 議員是會在詢問台 然後官員會在那個答覆台 那因為我們議會是由於場地的問題 還有為了節省時間的關係 所以議員就會在座位上詢問 那官員就在他的座位上起立回答 也就是說我們高雄市議會的議事程序 是跟別的縣市不一樣 跟台北西北市不一樣 因為台北他們是有備詢台 可是我們高雄市議會就是在就地起立來備詢而已嘛對不對 好那我在這邊也要跟我們全國的市民說明清楚 高雄市議會的議事跟台北新北市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要來污蔑我們高雄市我們的市長 我們的備詢的官員沒有禮貌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在他們的位置來接受備詢的 好以上 市長 這個 你擔任市長大概四個月這段時間來齁 我想 不只高雄啊 全台灣全世界都知道高雄現在農業都出去了 農業都出去 花卉也準備要出去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也有人一直在批評你 你就只有在賣一點水果 賣一些魚產品 賣一些花卉 所以我想這邊喔 請教一下市長 你也跟所有高雄市民解釋一下 高雄市在現在 這些屬於 可以說的 請你簡單說明一下好不好 來市長說明 謝謝黃少廷議員 跟各位在座的議員 非常感謝 那 擔任這市長四個月以來 我覺得有幾個 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我覺得高雄市民的光榮感一直在提升 第二個就是覺得人源源不斷進來 兩天之前 廈門到高雄 第一艘郵輪進來了 帶了兩千多個觀光客 這兩天我光接待了來自海內外的華僑 就好幾百位 我就現場做民意調查 三十年以上沒有來高雄的 幾乎是一半以上 那我覺得這些人一直不停的來高雄 在街上隨時可以看到來自新加坡 馬來西亞中國大陸香港 澳門美國一大堆的人都來高雄 那兩千多個觀光客 為什麼要來高雄坐的郵輪 他們可以去越南 可以去泰國 可以去日本 他們為什麼要來高雄 因為所有海外的 不管是華裔 還是其他國籍的朋友們 對高雄有興趣 他們覺得高雄是一個很神奇的城市 所以他們來這裡觀光 像昨天晚上接待的一個團 他們是包一個遊覽車 台北一天 台中一天 高雄兩天 我就問他們為什麼高雄兩天 他說因為我們對高雄非常的好奇 我們要多住一個晚上 那這些人來高雄 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大家都喜歡我們這個城市 大家都覺得高雄給他們帶來很好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市議會 市政府跟高雄市民 我們三方面一定要團結起來 讓來高雄的人 觀光客會喜歡我們 而不是說讓整個高雄市議會跟市政府之間 弄得劍拔奴章氣氛很差 透過媒體報導之後 透過網路攻擊之後 好不容易高雄建立的形象被破壞掉 第二 所有來高雄投資的 我們都抱著感謝的心 投資大也感謝 投資小也感謝 因為創造我們就業機會提高稅收 像國劇華邦店 還有日月光這些大公司 還有海拔王 我都一個一個拜訪 第一個感謝 第二個 有沒有可能擴大投資 像我覺得看到國劇我也很感動 他本身也跟人 他希望將來整個全世界 他生產被弄冤壓的基地放在高雄 我身為市長說 我們全力協助你 你願意把生產基地放在高雄 那這些所有來的人 投資者我們都感謝 包括鴻海 郭台銘董事長說要投資高雄 我們現在金發局就在幫他們找地 結果沒想到 還有兩到三家廠商 也在高雄 也在找土地 那這個我們經濟發展局 現在來拜訪 來準備投資 來問的 落益不決 所以我要在這裡 要跟各位議員報告 也要跟高雄市民朋友報告 我們高雄好不容易等來這樣的 幾乎一百年來 從來高雄不是台灣重心 現在高雄是台灣的重心 也是海外人關切的重心 我們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讓高雄充滿了和諧 充滿了陽光 充滿了正能量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跟黃玉媛來報告 所以市長 的確 你當了市長之後 高雄真的人進來了 或出去了 他都要你不好意思說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請問你有沒有親自去拜訪過 國劇的 陳董事長 有還是沒有 我有拜訪他 第一個感謝 第二看他有沒有可能擴大投資 第三個他分散在各地的 能不能集中在高雄 他承諾國劇將來會以高雄 整個大生產基地 全部放在高雄 因為他又是高雄子弟 另外金華 潘董事長也是高雄子弟 我們就說能不能擴大高雄投資 我身為市長 凡是願意來高雄投資的 我都是感謝 也拜託他們 所以韓市長 你就要利用在議會這個 殿堂 你把它說出來 不要再讓大家去抹黑你 什麼叫做你掛人的囚子 什麼叫做這個 陳董事長到高雄來投資 都是你掛錢草的囚子 大家都不知道 你真的親自 跑到台北 陳泰明董事長的辦公室 跟著他談了很久 希望他會到高雄來投資 這你如果沒有說 沒有人讓你有機會說 也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再者 昨天還有說你 不關心橋頭科學園區 我先請教我們都發局局長 局長昨天 總統巡視 這個橋頭科學園區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起過去看 有還是沒有 有 請你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現在高雄市的橋頭科學園區 行政院 因為這是行政院在主導的案子 高雄市政府未來 可以幫助什麼 還有現在的進度是到達哪裡 你可不可以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議長 各位議員大家早 那接下來我簡單報告一下 這次橋頭 我昨天有參加橋頭科學園區的 總統來的視察典禮 那後續 目前是行政院已經通過科技部的可行性的評估方案 那後續 預計六月中 要把這個科技部要把籌設的許可報院同意通過 接下來要進行環評二階 那接下來市政府就要做地政局要做驅動徵收的作業 所以 局長你簡單講就是現在可行性評估要報到院會嘛 那報到院會之後正式核准編列預算 還有細項才有辦法來執行 那你請坐 韓市長 我請問你 有人說你不重視橋頭科學園區 請你跟高雄市民說明一下 這個的重要性在哪裡 未來高雄市政府 怎麼幫助橋頭科學園區 來繁榮我們大高雄 市長請你簡單答覆一下 謝謝黃少廷議員 我們非常重視橋頭科學園區 因為我們高雄市工業區土地真的不夠了 那目前為止 已經交代所有高雄市的局處 全力配合橋頭科學園區 我們的任務分組如下 我們請金發局 針對廠商進駐的調查意願 以及工廠遷移的事情 我們也請地政局 要區段徵收可行性評估 我們也請環保局 關於空氣污染檢底的規劃 以及總量管制的修正建議 我們也請公務局 整個聯外道路要開始加強 我們也請交通局開始規劃 整個對外交通整體 另外一點 我感覺到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 跟教育有很大關係 也就是說政府幫新竹科學園區 所有這些廠商規劃了一所 非常棒的中英文雙語教育的學校 正好我們高雄市教育局的吳局長 就是這個校長 就是這個新竹科學園區的校長 當了大概三年 所以他六年 當了六年這個校長 所以把這一套中英文雙語教育 本被進到橋頭 這樣所有外面的廠商 不管是半導體 不管是AI 不管是IT等等 你的高級管理人才的孩子的教育問題 我們在橋頭幫你解決 所以每一個局處 針對橋頭工業園區 我們都有在推動 而且我們還要主動幫這些廠商 這些管理人才來想 怎麼樣讓他們衣食沒有後顧之憂 就像星光部隊 星光部隊來台灣訓練 他的軍人的孩子要受教育 他一定要受中英文雙語 因為他回到新加坡就讀中英文雙語 如果我們高雄市沒有這個 我們怎麼招商引資 所以我跟各位議員報告 市政府在做的工作從來沒有停過 外面那些抹黑扭曲故意重傷 我們是覺得非常不可取 好不好 謝謝 謝謝韓市長 市長你這樣的一個做法 讓我想到 兩年前一樣在議事廳 陳菊市長說他要引進台積電道路主 我就跟男市長說 我說你有沒有去路主看過 要學校沒學校 要醫院沒醫院 要交通沒交通 今天張周某如果讓台積電 真的設在路主 第一個不願意去的是台積電的工程師 不是張周某說了就算 所以這兩天我看很多媒體在哭手你 說人家問你橋頭科學園區 你在講雙語教學 其實你這個才是在足草引縫 把橋頭科學園區需要所做的所有的工作 包括我們市政府裡面的地震局 交通局公務局教育局 全部做完了這些企業才願意到高雄來 所以市長你做的是真的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講的沒有錯啊 台積電最後還是選擇了台南 沒有到高雄來 所以一個市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這些工作 不是在掛中啊買 市長你看這個powerpoint 這是馬英九前總統 他在擔任總統的時候 為高雄挹注的所有的重大建設 你會發現幾乎每一個補助 中央補助款都是百分之百 這個他的任內八年內 對高雄投入的重大建設 卻被當時的市長剪彩剪光了 所以韓市長我希望你啊 這些基礎的建設要繼續的做 這些工程要繼續的推動 這個才是五年後十年後 高雄市民可以看到的一個東西 再來我們要講這幾天吼 吵得沸沸揚揚的人事啊 我想民進黨啊 在用人的標準喔 跟我們國民黨的標準喔 應援都不一樣啊 來我想請教一下喔 我們人事處的處長 來請請起立喔 來處長我問你 現在的行政議長是什麼人啊 蘇貞昌院長 好那我們行政院的副院長是誰 陳其邁副院長 那交通部長是誰 林家農部長 那現在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的執行長是誰 陳正文先生 那副執行長的 許乃文先生 那這個華南銀行的董事長是誰 張雲鵬先生 講到這個華南銀行的董事長啊 慶福安就要賣一個水漏石出的 你看就高升在華南銀行做董事長 你看這些行政議長 副議長 部長 這些執行長 這些都是民進黨 充年雙氣失敗的 結果官越做越大 人家的市民不會懷疑嗎 為什麼我們韓市長用個人 這本來就市長的行政任用權了吧 人都要不上任的 都要不做的 你如果說他做得不好 我們要來檢討 我們要去質詢 我覺得這合理啊 不能兩套標準嘛 民進黨什麼都可以 別人都不可以 只許周光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我希望民進黨的議員 在議事令裡面 要理性問政 回歸市政 不要每天在那邊摔摸著韓市長 聲音我覺得 去年的大選 民進黨大敗 到現在還不知道檢討 不知道西白環境在哪裡 每天只在鬥政治鬥政治 不知道人民需要的是什麼 人民需要的是高雄拼進去 高雄發大財 希望給我們韓市長時間 要說我再呼籲民進黨 千萬不要 意識形態 好以上 我插一分鐘就好 騎在這裡 跟市長指寸的 說人數怎麼怎麼 什麼指消符 那 那都十這頂的 十二這頂的 好頂好領 高雄市的公務人員 為少年拼到老 拼二十年三十年 八這頂九這頂 就要空中人差了 快十頂十二這頂 這樣可以 阿這韓市長 用一個人數 好 滿 什麼 鋪天蓋地 說他什麼外不對 我說的市長 你做你經過 他經過 你沒關係 用人你付席 成敗都你付席 你不用聽人家說什麼 最不夠夠夠夠人 就是那幾個 我告訴真的 好 我想就呼應我們議長所講的 其實在前朝 陳舉的時代 他有把很多的 高層文官 就把他改成紀要職 這些紀要職 他幾乎都按插了他所信任 而且他想栽培的人 都把他按插進去了 後來這些人 市長陳舉離開 這些人有的已經高升到中央 有的已經現在擔任我們的議員同仁 我們陳舉他的用人標準 等到他回 等到我們前朝 要卸任之前 我們韓市長要接任了 他們又把這些紀要子 又改成一般職 然後把他們過去 支持他們的這些事務官 一個一個 再把他塞回去 把他所有職缺佔滿 讓我們的韓市長到現在 完全沒有辦法 再用他的人 結果現在好不容易 他一個土開公司 他希望用一個他信任 他覺得他人格 品質保證沒有問題的 他需要把他安插進去的一個陳建騰先生 結果被你們糟蹋的一塌糊塗 把他批成派門的主持 讓人家覺得他不敢再來了 他不需要為了這種事情來這邊委屈 他離開 再過來你們現在要批判誰 批判你們號稱我們市長夫人的閨蜜 高美男主命 現在你們又輪到他了 然後又把他批得一文不值 又把他污蔑成如此 你都還沒有讓這些人好好的表現 也沒有讓他好好的做 如果他做不好 做一段時間之後 你們再來批判 再來檢視他嘛 結果人家都還沒上任 你們把人家污蔑成如此 我不曉得高美男主命之後 你們下一個目標又是誰 不過我在這邊呼籲民進黨 希望你們回歸高雄的市政 我們議員的本質是要好好的監督高雄市政 好好的來檢視市政府所做的任何一項事 而不是讓人家完全沒有機會 你就開始扣上帽子 只要是韓市長的人 你們都把他污蔑成如此 只要你們前朝任的人 任何的人都可以 你們這樣的兩套標準 我想市民看在眼裡 我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我也拜託民進黨 停止你們這樣的二職鬥爭 不要再有下一個了 我也拜託你們回歸議員的本質 好好的監督超雄市政 好 那我 對不起 聲音放大一點好嗎 把聲音放到最大 好 我現在放這個 不過我認為是不是應該 陳妍讓教育局長有說明的機會 因為我想站在市長的立場 我們很不願意跟市民 有這樣的一個情狀況 好 這個影片 我不曉得剛剛有沒有聽清楚 也就是說 我在質詢陳菊市長的時候 我請市長回答 結果市長他也告訴 陳菊也告訴我 他請教育局局長回答我 所以我要回應的是昨天 我們民進黨的議員 他請市長回答 市長他也請我們的金發局來回答 也沒有錯啊 你們過去也是這個模式啊 因為金發局我們講 市政府他們有一些分工的專責 所以讓我們的部門的局長來回答 是最精確的 然後之後我們市長再來做補充 這個沒有不對啊 結果你們竟然 就用這樣的一個污蔑 不足我們市長講話 不足我們金發局局長講話 完全都不給人家計畫說明 然後再用給他扣上一些 不應該的甚至污蔑的話 所以 陳菊我插一句 來 市政執行 第二條 市政總執行 向市長市政府各一級單位主管 及首屬一級機關首長提遲執行 以政策性重要問題為原則 由市長 後 有關機關首長答覆 啊這明明誰的明明 啊 啊 到底是誰比較好 啊 所以啊 所以我要在這邊再重申 其實陳菊時代 他甚至 都是阿爸到說 連民進黨的議員都不需要質詢 因為要讓市長早點休息 讓他不要太累 所以用書面質詢 這樣的政黨 你說你現在有什麼資格來這邊 批判我們現在這麼認真 為高雄帶來了這麼一個翻轉 然後我們高雄現在僅僅四個月而已 他就有辦法讓高雄整個翻轉 你想陳菊 當時他 2011年剛好改制的第一年 他已經擔任了第五年的市長了 他竟然還要請教育局局長幫他回答 那麼你說現在的韓國瑜市長 僅僅只是四個月而已 你如此對他苛刻 也不准讓他的局長幫他代答 這是什麼樣的標準 民進黨根本就是兩套標準 請你們要刮別人的鬍子之前先看看自己 那我想我要先謝謝韓市長 你所找來的局處首長 你們都是專業的 葉匡時副市長 李四川副市長 甚至是洪東偉副市長 各局處 我相信找來的 你都是 電腦見過的 都是專業的 因為你是真的要做事情 八成都有看到 我相信市長也好 我們這裡局長也好 甚至其他的議員也好 你們走出去聽到的聲音絕對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不是先來放一下壓平 既然是公務行程 就有必要讓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知道 我們高雄市選民選出來的市長 您九點經過的時候 你的公務行程是什麼 請市長說明 我就回官邸 九點多是下班時間啊 九點多是下班時間啊 下班下班下班 市長 你練習不用這麼拼 九點就下班了 這是我們總統府的秘書長說的 九點就下班了 所有民意代表九點就下班了 這個公務行程是在說什麼 說731氣爆的時候 當天他有經過那個地方 當天他有經過氣爆那個地方 他有看到 演在那裡演奔奔 甚至是有聽到人回報他 說那個地方 他好像有奇怪 模樣的狀況了 他從那經過後面 那我繼續再放下去 來我們繼續 我跟你說 再放下去 他說什麼 我就回官邸啊 我就回官邸 九點多是下班時間啊 九點多是下班時間啊 下班下班下班時間啊 您是高雄市的大臣 關邸在七百八的地方 剛才走路兩分鐘就夠了 是 我想 因為贏品的關係喔 後面其實還有 我說 好下班時間 你去哪裡 他說 我就回去官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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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明知道 現場有眾說 明明就在 拍會 大家都在 他回去官邸 他說他下班時間 這件事發生的東西 給我看到 民進黨的議員 民進黨這次政黨的議員 在議事聽 這時候 現役的時候 當局市長什麼位 沒有啦 我去追究 當時的消防局局長 他的 書室在哪裡 幹部局長 趙建橋 你的書室在哪裡 我去這順過 我去就責過 真的是 兩套標準 再來 只 准 准他們可以去插別人的宵 現在 我要問 我們現在 一直在窮追不捨 這些 民進黨的議員 你們到底在怕什麼 甚至是 還是更高 更高 的人在怕什麼 局長 我們韓韓國瑜市長 叫來的人 我相信都是很專業 我愛中民意就有說 專業的人 做專業的事 你是怕我們去拾到什麼資料嗎 難不得 難不成那些東西 有鬼 你怕我們去拾到 把你拾出來嗎 你如果不怕 就讓市長的任用權 可以去執行嘛 幹嘛窮追 猛打 技術聽不懂 又開直播來到 甚至是 又開機家庭 不需要這樣 你們啊 我們是為了我們高雄市市民 我們來監督市政府 今天 韓國瑜如果做得不好 你來這順 我們都認同 問題是 他現在做的事情是 以前 你民進黨之前 他10年都沒辦法做的事情 他在這四個月來 總算一點的成績了 你賣錢 還沒大了 就要把市市市 這什麼道理 所以我相信 電視機頭前 這些市民朋友 都在看 你們覺得 市長做得對 做得對 你們來把 講講一下 你來考慮一下 你們覺得 民進黨的議員 這順後不對 拜託 用你們的烈梁 去幫他們 考慮一下 不要再這樣了 回歸市政 理性問政 還有 我想 真的沒問題 議會 我們考慮一下 議長還有需要 一場 就做兩個專案小組 調查什麼 請扶安 調查什麼 氣爆的什麼 我想 兩點鐘的時間 讓專案小組 去講那些東西 講不完 裡面還有什麼 工友可以回家 去買辦公室的文句 很閒 你們怎麼去查 你們可以查 你們說議長不公平 你都只叫國民黨 甚至只叫一個 親民黨 北黨這樣而已 你們覺得不行 不好 反應你加起來 你跟議長說 我相信議長這個人 北斷看的人 你說一定說好 反應你加起來 甚至時代力量也都 這招擊忍 你們自己不要加起來 你們在那裡說議長不公平 歡迎大家 我相信這個 這個還有後續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議會做事情 一定是感動到待 差到待 那 這 我相信 也要拜託市長這名字 你如果發生 科技的東西 除了 拜託你也主動和依頌 不要再在那裡 你沒有主動什麼 議會的 那你沒有主動 要跟人辦什麼人 不對的事情 就要換市民一個公道 那不是 有人辦議會要辦 是有人辦議會要辦 議長 議長 那市長 我們其實今天 國民黨團 我們站在這幾百 為的就是 我們希望民進黨 專心市政 不要再搞的藍綠惡鬥 搞的我們整個高雄市議會 高雄市政府 烏煙瘴氣 市長我問你一句 台灣最珍貴的 是不是言論自由 所以人民是不是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市長請回答 市長長 謝謝邱宇軒議員 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是光台灣 是普世價值 好 謝謝市長 但是市長 這陣子的紛擾 變成 人民 黑韓 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人民 黑高雄 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所以這陣子的網軍 這陣子的紛擾 造成 大家看不到 你專心市政 你晚上過勞 早上過黑 我跟你說 你吃在座 退黑激素都沒有用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是 我是想 市長 關於這個 人民 黑韓 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點你承不承認 那你覺得應該要做什麼樣子的處理 來市長 簡單答案 謝謝邱宇軒 現在這個網軍 在網路上 有一些激烈的 不理性的 甚至很惡劣 不堪入眼的這些文字 已經造成困擾 那全台灣 22縣市最嚴重 就是高雄 我們高雄市政府 現在一舉一動 馬上這個網軍 而且是組合拳 學過武術就知道 組合拳是連續出招 只要市政府 或者我韓市長 或者議會 有任何動作 馬上抨擊完畢以後 網軍 網軍完畢以後 晚上就特定的媒體 然後再來就是網軍 24小時鋪天蓋地的 主要目的就是抹黑高雄 偏偏我們去外面看 我們高雄幾個指標 第一 第一 我們現在住房率 一直在升 第二 房地產交易也很熱絡 第三 投資客來考察高雄 投資環境 絡繹不絕 第四 觀光客來這裡 觀光旅遊的 越來越多 第五 我們農產品 水產品 還有花卉 開始出貨 下面 雞肉 鴨肉 鵝肉 豬肉 我們也要開始準備外銷 那整個高雄人 欣欣向榮 可是被這個網軍不理性 而且有目的的 有目的的 來抹黑高雄市政府 抹黑韓國瑜市長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惡劣 此風不可漲 還有更差的 動不動就威脅人家家人 威脅人家的家人 威脅人家的小孩子 啊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警察局李局長也是頭痛萬分 我們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此風不可漲 一旦網路上這樣不負責任 躲在鍵盤後面 製造社會 人心惶惶 此風不可漲 我們再一次呼籲 所有網民朋友 自己愛惜 這樣的一個言論自由 讓我們一起來 愛惜台灣和諧的社會 來保護我們台灣民主的價值 我再一次的呼籲 謝謝邱宇軒議員 好謝謝市長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回歸市政 那關於呢有一些議員 透過質詢 見縫插針 變成有黑韓 我也呼籲市長 不要讓這些歪風 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好謝謝議長 我們的韓市長 我們今天在這裡呢 站出來 我要大聲的說 已經有很多的市民認為 我們的議事廳是一個神聖的殿堂 是我們所有的議員在這裡 專業問政監督 我們市政政策 能夠為市民把關的一個場所 不是讓其他人在這邊任意殺野 或是作秀的一個場合 那我這邊要講 有一些議員呢 民進黨的議員 自從這個至今區的這個翻白眼之說 我想呢 大家就在抨擊 就在批評說我們的市政團隊 我們的韓市長 不懂我們的自由經濟貿易區 市長我幫你解套 我們以我們的前陣加工出口區為範本 他不但造就的我們台灣的經濟起飛 而且讓我們台灣幾身四小容 讓我們台灣的經濟向上發展 而且呢 還連帶的帶動 像之後的我們中國大陸也好 中南部的海 中南部的城市還有印度 相關的一些發展 新興發展的國家呢 來做以我們的這個前陣加工出口區為例 來做一個抄襲的櫥窗 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今天的至今區啊 自由經濟貿易區 我只能講一句 笨蛋 經濟 這還是我們最重要的 自由經濟貿易區 說實在的 我們希望能夠全市化 這也是我們市長一直積極在鼓勵推動 高雄一定要有自由經濟貿易區 才能夠成為我們經濟發展第二村的關鍵城市 就是在高雄 所以市長你不要擔心 也不要被別人的 刻意的重傷扭曲 我們希望你大膽 該是對的 就盡量的在議事廳裡面大膽的說出來 我相信呢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還是同樣的強調 希望呢 民進黨不要兩套標準 要言行一致 好 我們最近啊看到這個民進黨的議員在議會啊 一直談到說公務員要嚴守行政奮計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特別在這個質詢的時候呢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議題 那我首先要先問一下喔 呃在座的局處首長在一百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號 有去參加過前市長 陳菊 他發表了花媽心乃威這本書 的新書發表會 有去的麻煩請官員舉手一下 我知道有齁 我知道有齁 有啦齁 前朝的時候啊 這個陳菊市長 那個前市長陳菊呢 他發表了一本新書 叫做花媽的心乃威 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號下午的兩點 那我這邊喔想要問一下喔 其實我照片上有看到 主機處長你那天有沒有去 我記得那時候你也是擔任主機處長 你有沒有去 好像有啊 我不太記得了啦 照片好像是有看到你啦 你覺得你有沒有去 我記得好像有啦 可是我真的不太記得啊 那請問一下你去喔 欸 您就要坐下來了齁 那我請您先站著好不好 那請問你啊 你是以私人的名義去 還是用主機處長的身份去參加花媽的新書發表會 我真的有一點忘記 我記得好像是請假的 對 你那天是請假 我記得是請假啦 我真的是忘記了 那人事處長要麻煩調一下 好 那請問 那所以你說你是有請假 好確定啦齁 確定 這是醫師店齁 我是不是去的好像是這樣啦齁 那天喔 其實根據媒體報導還有照片顯示 哇 非常團結 所有的局處首長 副市長 秘書長也都去了對不對 好 那我請秘書長您也回答 好 現在請坐 秘書長請回答一下 那天啊 請問您是以個人身份去還是以 你那時候擔任的職務是什麼 那時候擔任秘書長 是是是 那您那個時候是以私人名義去 餵花媽的新書站台 還是以秘書長的身份去餵新書站台 因為那個時候應該是上班時間嘛 是 所以應該是以秘書長的身份 是 好 謝謝你誠實回答 來 謝謝您請坐 那我們這邊喔 你看喔 陳菊前市長 他在發表他這一本 花媽新來威 我記得在當年那個時候 好像捲起了民進黨內部的這個政治的波濤洶湧之爭啊 好像記錄的是這些往事 跟我們高雄市政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我們看到所有的局處首長 都全部去參加了 連在議會裡面 大勒勒的質詢韓市長說 這些公務人員 怎麼可以不嚴守行政奮祭的這些議員們 那天也在現場 那這些民進黨議員們 當你看到在上班時間 這些局處首長居然去為 陳菊市長私人的新書發表會站台 你們怎麼不跳出來講話 所以我們這邊要講的是什麼 這就是民進黨兩套標準 所以民進黨在議會電行 在質詢韓市長 質詢市府團隊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真心希望高雄市政進步 沒有 他就是要挖洞 謝你們於罪 指責你們扣帽子 現在的韓市府團隊沒有在做事情 這是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 不然的話我們認為 同樣的事情 你應該有同樣的標準 為什麼 陳菊市長 在他的新書發表會的時候 所有的局處首長 民進黨議員都去站台 議員站台沒有問題 但是議員你們去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局處首長 是上班的時間 去幫忙私人的行程 那我這邊要問一下文化局長 那天活動的地點 你還記得在哪裡嗎 陳菊前市長的新書發表會地點 你還記得在哪裡嗎 市徒對不對 我沒有參加 所以我沒有做 那我請教你跟大家講一下 市立圖書館的總圖 有一個地方可以容納好像 那天據說啦 容納了五百多人 那請問你市徒的這個場地 如果租用的話 大概花多少錢 市立圖書館的總圖 你不知道嗎 我現在不太記得那個費用 那請問一下 陳菊前市長 他用了市政府的 市立圖書館的總管 這是我們市政府的機關對吧 那麼請問你 他有沒有付費呢 還是是用公帑支付呢 還是免費使用呢 這個部分你們總要說明一下吧 你能夠說明嗎 我時間有限喔 這個可以讓我回去了解一下嗎 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喔 我們可以看到 到底民進黨他們在議會質詢 有沒有兩套標準 謝謝您請坐 我們這邊喔 特別國民黨黨這一次呢 我們拋出了幾個議題 我們看到譬如說慶富 他在前朝 他在前朝時代 本來我們說要需要 做專案報告 但是被否決掉了 然後呢 我們看到了二階輕軌 當初編了165億 30億現在在中央 居然都沒有要 到目前中央30億的車廂費用 還沒有撥給我們 但車廂進來了 那麼市長這些問題你要怎麼辦 好 那麼我們在最後啊 待會市長再給你 因為這個我們聯合質詢的時間有限喔 我們就不耽誤 待會您最後最後 主席是不是在讓我們的韓市長 做本席剛才的質詢 以及所有議員的質詢 請您做回答 但是我們看到市長啊 你最近吃這個退黑激素 可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國民黨團送你什麼呢 最近明明是陰天 但是我們看你被抹得好黑啊 所以國民黨團送你啊 防曬乳 好不好 防曬乳 希望你要有信心 繼續恢復雪白的皮膚 為高雄拼市政好不好 全體高雄市民 會當你的後盾 那你最近都沒有笑容 你是不是笑一個接受一下 讓高雄市民安心一下 謝謝國民黨 謝謝 希望下次能夠再送我一點 防曬乳 防曬乳 議長送你一個 你可擺啊 你可擺啊 好我想今天我們的聯合質詢就到此 謝謝 那是不是請時間先暫停一下 好 時間暫停一下 來那個 現在齁 向大家報告 現在龐廳席 有國立台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 學系師生力臨本會 還有 高雄市教育產業公會 也力臨本會 大家鼓掌歡迎 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剛剛 議長有特別介紹我們這個 高雄市教育協會 他們已經也帶了一些 又保 原高雄縣的又保人員在上面 那今天我要利用一點時間 特別來替這一群 非常認真 但是不平等對待的一些公教人員 有給教保員的一個低心 來做陳情 那我想 教育 我想我們韓市長要打造高雄 在當時你的政見裡面有特別提到 在第14項聲明裡面的第10項 希望把我們的公辦的單位的又教人員的薪資 從根本上要帶動又教品質的提升 市長 這是當時你的一個教育的白皮書裡面有特別提到 我們的第10項裡面希望把我們的公辦的單位的又教人員的薪資 從根本帶動到又教的一個教育品質上 那我必須要先跟市長說明一下 其實這一群教保人員 他們當初在還沒有合併之前 他們是原高雄縣的 那後來高雄縣市合併之後 他們就納入了我們高雄市的公佑裡面去了 那他們在變成我們的公家的一個教保人員 那但是雖然他們現在已經納入我們的公佑裡面 但是他們的對待的待遇 跟我們現在目前的正式人員是不一樣的 那我特別也跟這邊秀一下給市長看一下 這個你的政見我們也希望 我們這些幼保人員對你是寄於很大的期待 那所以我們這個教育部準公共幼兒園的時候 當時他就有特別在我們的第二大項的要件的第二項裡面 我們這個教師跟教保員的薪資裡面有特別提到 在第二項跟第三項裡面有特別提到 申請第一年時教師及教保人員的月薪薪資總額 至少要在兩萬九千元以上 而且如果你已經達到兩萬九千元以上 不可以再調降 那第三項裡面還有提到申請第三年後 教師及教保人員在幼兒園服務的買三連者 每人的月薪總不能夠 至少要有三萬兩千元以上 這是我們現在行政院特別頒布的 教育部特別頒布的 那總公共化的幼兒園的薪資 那現在我們來緩關我們高雄市的 我們高雄市立的幼兒園 以大寮來講現在有兩位 他只有兩萬三千 人舞有十七位 兩萬三千六百九十九 府內有十三位 兩萬三千六百九十九 入主也有九位 兩萬三千六百九十九 我想這些人目前都在我們的旁庭席上面 那我們想公立幼兒園要留用這些教保員 長期低薪目前竟然只有二十三K 這個已經有違反到我們的教育部 在總公共化裡面 他們剛剛有特別提到 至少我們的教保人員 應該要有兩萬九千元以上的薪資 這個已經有跟我們的 現在目前總公共化已經有違反了 所以我們也在這邊拜託請市長來幫忙 他們今天特別來練習 親自要來這邊拜託市長 高雄市我們的教育產業公會 為了我們這個血汗低薪的教保人員來請命 那請韓市長照顧高雄市公立幼兒園的低薪教保員 薪資至少要比照準公共化的幼兒園 修法後的第一年至少要有兩萬九千元 那修法後的第三年後再至少要三萬兩千元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跟市長講 我們目前的狀況 剛剛我也秀給你看 都只有二十三K左右 所以我在這邊要特別請市長 你一直強調愛與包容打造高雄 所以高雄市政府應該要切實修法改革以身作則 然後讓我們的公立幼兒園低薪教保員 薪資合理待遇公平 讓我們公共化師幼級公佑所有的教育 幼教人員不再低薪不再血汗 能夠留住幼教好人才創造托育好環境 來市長 我剛剛講的這個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上面這些幼保人員做一個承諾 非常歡迎各位幼保人員來到我們高雄市議會 非常歡迎 梅建議員如果同意的話 我想先請教育局長簡單跟您報告 後面我再來補充一下好嗎 好 謝謝 來 教育局長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我們陳議員非常關心 我也知道上一次 你也帶著他們來跟我們談 我要表達我們教育局現在立場兩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承認他們的薪水是偏低 以教育部現在的規範來講他們是偏低 第二件事情 教育部它準公共化它提出兩萬九 是因為它教育部就是符合準公共化幼兒園加入了以後 每一個孩子他出的教保費是不得高於四千五百塊 那剩下來的錢那就是由教育部中央和我們地方政府來負擔 我們還不知道我們要負擔多少的人事費在那裡面 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也是一個壓力很大 可是整個來講我們也必須坦白的承認 因為財務的狀況的關係 如果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去思考的是怎麼樣能夠持平的去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包括我們市政府的臨時的約故的人員有兩千多位 那我沒有辦法只處理我教育局的這五十幾位 所以可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就是得處理這件事情 好嗎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我想我也謝謝局長給我們這麼善意的回應 那事實上他這個是屬於公佑 也就是我們國家我們高雄市政府公立的幼兒園 你不能夠因為他他是公立的結果他你竟然是 以身要作折嘛 那結果你自己的低 你竟然還讓我們的幼保人員還那麼的低薪 然後我們現在行政院他教育部都已經規定我們這個總共工化的人 應該要有兩萬九千元的待遇了 那為什麼我們高雄市立的自己的公佑竟然還能夠領這樣的低薪 這對他們來講是不公平的 也應該要給他們相對的待遇 我相信他們這樣的付出才會覺得值得嘛 對不對 你同仇 你同共又不同仇啊 這樣的不憑忍待遇是不對的 所以我要在這邊拜託市長 你能不能再跟我們這些幼保人員釋出你的善意 謝謝 謝謝陳梅娟議員關心我們幼保人員的低薪的問題 那各位幼保人員真的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也能請瞭解現在高雄市政府的財政非常的困難 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剛才教育局務局長也講過 這個低薪是存在的 我們會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有可能我們研究之後 能夠做某種程度的調整 我們市政府非常願意去做 因為長期的低薪 真的會降低工作的意願 那我覺得這是對這些幼保老師不公平 我也願意在這裡承諾 我們願意面對這個問題 盡可能找出一個更妥適的辦法 能夠來保障這些幼保老師 非常感謝陳梅娟議員 好不好謝謝 然後謝謝市長 我想我們航廳席的各位幼保人員 你們也都看到 我們是不是請你們給我們市長一個掌聲好嗎 謝謝我想他們非常感恩 也謝謝市長 你們一定要好好的善待這些非常基層 非常辛苦的 未來在培育我們未來主人翁的最辛苦的一群 我們的愛心的教保員 請你們給他們一個肯定好不好 以上謝謝 警察局長 檢疫員檢範中 你報案嘛 報案啊 你們有在辦嗎 辦要怎麼 你請對我講 有關檢疫員 在網路上 收到威脅恐嚇的案件 我們總共受理三件 這三案 我們就要透過檢察官 還有刑事檢察局 共同下去偵辦 目前啊三件 可能都是在境外 所以現在還在透過檢察官 跟刑事局針灸隊 全力在追查 要全力追查啦 水肉輸出啦 我到底什麼人是那隻黑手 還是比完翁 還是比恐嚇的人 要操壞 是我們一定追查到底 依法就辦 好啦 李石川副市長 請請教你來 我總會在裝置議事裡面 我們一直在現場會坎 有才是說 可以請第三方公政單位 中心建者 你們有做過嗎 你們在進行嗎 跟議長報告 這一個公務局跟文化局 大概我們已經研尼過 那公務局會去做委託 依照這個議長的指示 我們會來做一個指示 大概多久的時間 才能進行 我們大概 應該如果說委託 完了以後的建定 應該在兩個月內 應該可以去處理 好 好 休息時鐘 好 好